相信你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长辈说,如果年轻那阵那么那么那么现在就不会什么什么事的,人生实在有太多如果。 但若能吸取前人教训,或许能省却了不少冤枉路,交少了学费。 如果你现时二十多岁,怎样才能在三十多岁回望时印证无悔呢,或高声喊话,幸好当时没那么做,有研究指出。 人生到了三十多岁,就不能再钓儿囊当了,不但要为事业打拼,更要为年老的父母,家庭,以及退休打算,故此,二十多岁时一定要做一些之后不能再做的事。 才能说无悔,就此,外国媒体引述众多研究后得出,二十多岁的你,别做以下十项会后悔的事,就算你现时已三十多岁。 甚至四,五字头,也不妨回味一下,引导下一代不要犯错。 一,不投资,不少人回看自己二十多岁时,可能会说,我应该一早就投资股市。 一早开始,回报更高,山隐好,没错,投资从来都是愈早愈好。 尤其二十多岁时完成了专上教育或在社会打滚了一段日子。 不过,须注意的是,没有人一生中所有投资只赚不赔。 及早开始投资不是趁年轻学赢,而是学书,才能成就往后的稳重性格。 积累经验,减少三十岁后,因小不更是而犯下的低级错误。 二,不做运动,不少人回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会说,如果当年肯做多些运动,现时一定更快乐,更易结识到异性。 山隐好,事实上,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皇帝内经早已记载。 人生到了二十五岁,健康,身陈代謝就会开始走下坡。 不宜再步饮步食,更不宜经常换到通宵达单。 二十多岁的你必须要注意,配额不多了,若不注重身体保养。 多吃蔬果,不需等到年老,三十多岁就一定后悔。 三,担心别人怎么想,不少人回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当时花了太多时间去担心其他人怎样想。 令我学小很多,山隐好,有研究指出,太多人高估了自己。 以为其他人一定会十分注视其行为。 心理学想称为罪光灯效应,spotlight effect。 故此,二十多岁的你,其实不需要太在意别人的目光。 放胆一试罢,试想想。 二十多岁怕别人怎么看。 三十多岁时只会更怕。 制找更多,因到时你的责任。 单只会更重。 四,被父母的意见决定生活取向。 不少人回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当时没有在自己的角度去反对父母。 没有向他们表达自己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生活。 山隐好。 有研究说,人生有三大悲哀。 一,读自己不喜欢的学科。 二,取或嫁自己不喜欢的配偶。 三,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请留意,这不是要你去反叛。 绝不是拨嘴,而是在二十多岁时。 你要开始懂得究竟自己想追求什么生活及喜爱读什么。 正所谓,行行出状元。 父母当然想你做律师。 医生等的专业又能赚到生活费的范畴。 并认为哲学,艺术等难搵食,但若然你真的狠喜欢。 不妨与父母长谈,而不是信父母的意。 否则你只会更痛苦。 五,爱用信用卡并不断负债。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好后悔二十多岁时洗脚不抹脚。 经常超知,这个不用多解释。 不要让自己三十多岁时凝付很多无谓的债。 这绝对会影响你追寻梦想。 不少研究已指出,信用卡是一张起。 两张纸,绝不能只付最低还款额。 六,太早结婚。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应该先尋找自己想要的。 因成家后,就好难回头了,先澄清一下,这不是叫你不要早婚。 每个人的经历也不同。 一早遇到真爱固然值得高兴。 这点所说的是,在自己仍未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之下。 太早结婚就有问题了。 因为结了婚后就不再是个体生活。 婚姻是人生大事。 必须谨慎。 七,不环游世界。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应该趁年轻有活力时就环球世界。 现时工作一头烟,就没机会了。 生忍好,是的,世界之大。 你应尽情外厂扩阔视野。 尤其二十多岁时没有太大工作压力及家庭负担。 父母又未真正需要你供养。 不妨列出十个你想去的地方。 因年多愈大或工作职位愈高时。 时间与精力就愈小。 更重要的是,父母是随着你的年纪而老迈。 戒时想伴你同游。 或你想效敬他们共同爱游也难了。 八,不鼓起勇气去约会别人。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后悔年轻时明明喜欢某人。 但总没有信心去约会他,他。 生忍好,请留意。 尚述不止是爱情。 成功从来都是要争取的。 二十多岁时不鼓起勇气。 难道三十多岁时人家,机会仍在等你。 九,忘记使用牙线。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我后悔年轻时不保护牙齿。 现在牙痛更惨过大病。 不说不知,有研究发现, 原来很多三十多岁的人也曾为牙齿苦恼。 就是因为在二十多岁时, 忽略了对牙齿的保护。 这绝对千真万确。 十,未常独居。 不少人会看自己二十多岁时。 可能又会说,当年我时常与失有一起。 或与父母,情人同居。 这令我失去独居的能力。 在成长中总是欠缺了什么。 生忍好,数据显示, 愈来愈多年轻人选择单身。 这意味着需要过独立生活。 研究又显示, 如果二十多岁时未试过独居。 一旦之后朋友, 情人为事业愈来愈忙。 父母又年老, 将大大影响你的健康及快乐程度。 因此,别吊而郎当, 你一定要学懂独立。 总结来说, 二十多岁的你, 有的是青春,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不要惧怕失败, 尝试追尋梦想, 放胆一试, 例如创业, 即使失败, 绝对能再站起来。 在三十多岁或之后回看。 才是无悔。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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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微量不吝点赞, 订阅, 提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